這個屋苑一直都很寧靜 究竟為何會突然發生衝突 一切都要由居民在去年12月 收到一封關於管理費的信開始說起 就說交代 接下來會交新的管理費 之餘交代了 收割了20年的管理費 希玲,如果跟你說 在過去20年 你每個月都交多了百多元管理費 你會怎樣做呢? 那根本是管理公司出錯 我一定追她退回錢給我的 那如果跟你說 在過去20年你交少了 你又會怎樣呢? 都是管理公司出錯 我不會還給她的 青衣有個屋苑就是這樣 在過去20年有部分業主交多了管理費 有部分就交少了 搞到很多業主都很不滿 還要求管理公司公開盤數 還要退還收多了管理費 我們現在號警灣5座 12月24號晚上10點 我們在這裡排聖誕卡給住戶 但是有管理處去阻止我們 這個屋苑一直都很寧靜 究竟為何會突然發生衝突? 又會有人抗議呢? 一切都要由居民在去年12月 收到一封關於管理費的信 開始說起 我們收到一封信 就說交代 是 接下來會交這個 新的管理費 之餘呢 他就交代了 收錯了20年的管理費 應該是 現在的公契用份數去計 但他就用了 建築而跡去計 他整體上是給我們的感覺 是那封信告訴我們 收錯這個管理費的時候 然後他用的字眼很含糊 所以令到我們業主知道 這件嚴重性的事件是不大 每個月他收多了一百至百多元的錢的時候 計算成以二十年 是說二萬多至四萬多的收費 的時候我們就會叮一聲 其實也很嚴重 二十年內你收錯的 看回資料 你各屋遠分三期 共十棟住宅組成 單位總數為2824個 第一至第三座是第一期 每棟三十六層 第五至第七座是第二期 每棟三十五層 根據管理處的公佈 這兩期的業主 過去二十年來都交少了管理費 而第三期每棟四十層 是第八至到第十一座的業主 在過去二十年來就交多了管理費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業主要攤分的管理費 是以大廈公契定名的業權分數去計 在2003年的時候 曾經減收管理費 但是就無故轉用建築面積去計 也由那時開始 就一直收錯管理費 一錯就錯了二十年 而這份通告還提到 今年管理費要加收百分之六點八 但是如果你計錯數 你怎麼保證 即以後將來的日子不會錯下去 那我們就想去公開一些文件 你證實一下你們 盤數是清清楚楚 大家就安心下去合作下去 自己自發發生了 有一個派聖誕卡的事件 在12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嘗試去通知全屋檢的業主 住戶知道這件事的發生 已經報了警 警察來到也是沒有事可以做到的 最後管理公司決定報警處理 和小業主鬧得不歡而散 一班小業主擔心事件會不了了之 所以月初就約了法團和管理公司代表 去會所開會 談下後續的跟進 但管理公司不斷拖延會議 就連會議場地的大門都不肯開 經過一番折騰 一班小業主終於可以坐下開會 我們是代表業主 我們是為了業主的合法權益 我們是會跟進的 矽間有人提出 在解決錯收20年管理費之前 暫緩交新的管理費 但是被管理公司代表拒絕 我們希望可以暫緩新的管理費計法 直到管理公司請交代為止 1月1日就加了這個管理費 原則上和計錯管理費的一件事 其實是兩件事 因為其實錢是要花的 都是要花的 我們做管理公司 我們會明清一個健全的財政 會議最終變成投訴大會 據民紛紛說出 對管理公司一直以來的不滿 現在加6.8%管理費 我們應該有應對的管理服務 即有足夠的管理員 還有清潔那些都可以做得足夠 對管理公司的信任度有多高 例如10分 你會給幾分 零了 為何這麼厲害 我自己個人經驗 永遠打電話來沒有人聽 很遲 打電話要求主任跟進滲水事件 不回覆 以前真的不是這麼覺的 好還是壞 每天上班 下班 現在自己接近退休 多了時間在這裡 禮貌不穩 態度挺差 回應非常之回脈 好像剛才我們要求開會 訂好房子 整好 但是都是纏繞 不給我們 搞到我們很混亂 管理費收錯二十年 法團說他們知道之後 都很震驚 非正式地在管理層上 發現 好像法國的計算 有些問題 我就聽到這個消息 如果你們計錯的話 你們要盡快和管理 和全屋院業主交代 我出了一封信 12月初 我都覺得震驚 沒有理由有這種失誤 我覺得是專業的錯誤 所以你覺得錯誤是出在哪個位置 我覺得錯誤是 我不知道它出在哪個位置 肯定是因為 任何人都需要根據大廈公開行為 由據聞批評 法團在事件上被管理公司牽著走 法團也是會拿法律的意見 法團不是被動 法團很主動 但是 不知道執不執行 當然我看到你主動地去說出訴求 但是執不執行是怎麼回事 現在還沒有回覆 還是派了一個我們住屋院的彭經理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他 謝總經理為何不來 因為我不去猜測他 他不是說是人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傳話的系統 第一 他這麼久 他未否決我封信 我不敢說他執不執行 我視乎他的回信是甚麼 再加上我的法律意見 我就知道法團可以做些甚麼幫助業主 對於是否要撤換管理公司 屋院持份者都有不同意見 我們真是不想用他 很需要大家的業主出來去投票 齊心去供求 需要50%的業主同意之下 去跟換這個管理公司 本身是否好呢 不敢說 但是都是想他們改進 我想他們做好些 做好些我們自己安居樂業 香港是我們的 澳境灣是我們的 所以我也想他們改善 要撤換管理公司 也要全居民的 要得到50%的居民的同意 都不是我的決定 要去業主那邊 我們是企業主那邊的 我們不會阻礙這些事 這些事情 不是三兩天可以解決的 現在還在說20年的錯誤 大家都要給一個合理時間去處理 你認為的合理時間是多少 其實大家的合理時間都是盡快 我當然會逼他 但是合理時間 就不是我可以定 雖然每個月只是百多元 吃飯就沒了 不過少數怕長計 即少成多 我大可以拿這些錢去旅行 一個屋苑涉及那麼多的住戶 其實這些數是一定不能坐的 數目要分明 不過沒有想過管理費 搞到印和逐不清不楚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俗稱彭仔的深水埗陰 周街小販市場 由於政府要收地的關係 是1月31日正式關閉結束 而彭仔的租戶 就可以選擇搬去附近的新彭仔 繼續營業 我就和攝製隊親身來到彭仔現場 看看在關門大限前夕 相反搬遷的情況 歡迎回來一線搜查 一個錯誤錯了二十多年 就真的很離譜 你想想 二十年來 每一個月交多了百多元管理費 就是每戶總共交多了三萬多元 就算不算他利息 我是小業主 也要管理公司還錢給我 說就是這麼說 不過這二十年來 有不少單位都有轉手買賣 究竟是哪一手單位的業主 是交多了錢和交多了多少呢 真是有排計 更加複雜的就是 交少了錢的業主 又願不願意交還回 在這二十年來交少了的部分 真是想起都頭痛 所以獲得很厲害 很厲害 相反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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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待 是 這麼多公司 有財務 有整個系統去運作 都可以錯收 怎麼在2003年出了這麼大件事 望望然二十年又抄得出來 但是 DESEAU 這樣也可以 指控疏忽感到無奈 亦都不認同賠償一事 管理公司引述法律意見 說根據本港法院相關案例的法律原則 各業主對過往多付或少付之管理費 並不具追溯之權力 一線搜查亦都有向大律師諮詢法律意見 李大壯說由於牽涉金額不超過75,000元 受損的業務可考慮日品小額前債審裁 其實有沒有追到空間 現在就真的好看回每一個個案的情況 案例只不過是能夠說出 有這樣的爭議過 而法庭判決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並不是說 案例中說了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一定是沒有最好 要看回每一件個案 有沒有獨特的案情 又或者事實證據上 是哪一方面出錯 才可以看回追溯的情況 所以在這方面 建議消業主可能就住 一些我們叫做小花錢仔 這些裁判處去作出一些申訴 法庭又或者管理處 收錯管理費 其實是屢見不喪的 其實責任方面兩邊都有 為什麼會二十年這麼久 大家都不發覺出現了這個問題 到今天才把這件問題發掘出來 這個法庭都會問 屋遠管理公司回覆我們查詢 亦都沒有承認錯誤和責任 說當年是按時任業主委員會的意見 將往後管理費分攤計算方法 以建築面積計算 這個計算方法一直沿用至2022年 又說現在是經諮詢法團之後 決定恢復根據大廈公契的規定 按公契內聯名的管理單位分數 計算每個單位的管理費用 香港又少一個特色的地方了 你們說昨天清拆的 深水埗陰州街部市場 很多人都捨不得 讓Nicole帶我們走走 俗稱彭仔的 深水埗陰州街小販市場 由於政府要收地的關係 將會在1月31日正式關閉結束 而彭仔的租戶 可以選擇搬去附近的新彭仔 繼續營業 我和攝製隊親身來到彭仔現場 看看關門大限前夕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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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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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